從我們拍兩個月對不對 從第一從第一天開始 他就一直在說服我 他就變態啊 他就變態 一直覺得男生一定 如果女朋友有牙套 他一定會想要舔他 然後他就一直在游說我說 如果接吻的時候可以順便這樣 在接吻的時候 可不可以先 舔一下牙套 一說服到最後一天殺青 他也不敢放手 就最後一顆鏡頭 他就說 我還是有個心願的味道 一直有遺憾 一直說服我 真的是最後一顆鏡 你在裡面有自己 鐵牙套這個角的動作對不對 剛剛那個 對 那個是已經咖了 我不知道他還在錄 他就要把他剪出來 你是導演怎麼會這樣 那我要去讓正面錄 那個是一直說 鐵牙套 鐵牙套 我指令鐵牙套 然後 就是我這樣 鬼鬼鐵牙套 就是他們不鐵 然後說 我不鐵牙套 然後自己點了 之後 剛好拍到 就把他剪出來了 而且用很多 第一天拍戲嗎 一定不可以鬆懈了 對 可以 導演在哪邊都不可以鬆懈 你不能跟他開玩笑 他都會當真 對 有一天 我看到導演自言之語說 今天 警狼要來 今天 請琴 請琴就是他 對 請琴也要來 我要對誰好呢 哈哈哈哈哈哈 每天都是一個小巨大 每次騙人 好騙他 印象中 我印象中導演是說 他希望我舔他牙套 對啊 然後呢 他就說 不要啦 我自己對著鏡頭舔 這樣就好了 所以說他就一直在 私底下 就是 舔那個牙套給導演看 對 然後他就是 對著鏡頭舔這樣 他說我這樣做就好了 對 對 結果他就 沒想到把它撿進去 他鬼哥到最後有舔到牙套 這個要拭目以待 對